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来自美联社的消息 好莱坞动作巨星阿诺·施瓦辛格入院紧急动心脏手术 术后目前状况稳定 美联社引述消息来源报道 这位70岁老牌演员今天在洛杉矶医院进行导管半膜患治等手术 据报道称 医生群将这位魔鬼终结者和终极战士电影明星 紧急送进手术室进行开心手术 手术历时数小时 法新社联系上阿诺的经纪人 但目前尚未得到回应 阿诺的发言人说 他目前恢复状况良好 情况稳定 阿诺·施瓦辛格出生于1947年7月30日 是一位美国男子健身运动员 演员和政治家 生于奥地利 曾经担任第38任美国加里弗尼亚州州长 以上是今天时段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